看看新闻网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正在网络前观看我们网络直播的网友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音乐厅为您现场直播 星期广播音乐会 新网会由SMG旗下ERC经典947 看看新闻网和上海音乐厅共同主办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一场音乐会的主题呢 是巴洛克遇上爵士 那么确实听上去 对时代和风格差的都有点远 那么巴洛克音乐呢 我们一般理解为是1600年到1750年 在这150年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 那么爵士乐呢 大家更多的觉得这是美国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格 但是这些年呢 在欧洲也有着爵士乐很多的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在新广会当中 把这两种形态迥异的音乐形态放在一场音乐会当中 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依然还是从巴洛克最重要的作曲家巴赫开始 那么在新广会舞台上 我印象当中上演最多的巴赫的作品 依然是那首布兰登堡协奏曲 那个年代当中乐队的编制不是很大 协奏曲往往也分成三类 一种是独奏协奏曲 一位独奏演奏家跟一个乐队之间的一种静奏关系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多重协奏曲 比如说是两件独奏乐器或者三件独奏乐器 跟乐队之间的 还有一种呢 把它直接称之为乐队协奏曲 也就是说乐队当中各个声部互相之间的一种静奏 那么大家看到在我们舞台当中 目前我们摆放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小型编制的乐队 确实就是巴洛克时代经常所运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关键要给大家这个特意推荐一下 是我们摆在阵中的这一台非常小小的远看 还看不出是什么的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当中经常被使用的所谓古钢琴 古钢琴 它的形态比正式的钢琴要小很多 那么确实它的音量也要小很多 因为在那个年代当中 巴洛克音乐更多的是在一些小型室内演奏 并不需要有那么强的那么响亮的声音 再加上那个年代使用的提琴多半是古机琴 所以正好能够配合 那么今天也为了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模拟当年巴洛克时代音乐风格 所以我们特意搬来了这一台古钢琴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今天的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上海巴洛克室内乐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曲目 Brandon Ball 协奏曲的第三号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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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太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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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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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One of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And But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One of An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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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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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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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